對你愛愛愛哭啊 哇欸 AI谷到底是有愛 還是 不愛 到底怎麼樣 NVIDIA有新動作 AI谷真的是噴出 是長真的還長假的 我們有些獨家的一些解析喔 噴風出國 國內觀光太貴 觀光谷 快觀光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浪年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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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大家好我是哲哲郭忠 來看一下 NVIDIA新動作 你今天懶咧 我不發聲你就不講了 我還在 我還在打折 NVIDIA 怎樣 新動作啦 AI谷這次噴出 長真的還是假的 很多投資朋友 很多粉絲都想要知道這個事情 很想知道 他全民瘋出國啦 國內觀光太貴了 觀光谷 壞觀光 拍料料 平多西洋觀光谷 是三面彩光 為什麼 當然明哲老師要告訴我們 是 還有NVIDIA 導師 漢偉老師要告訴我們 這些 到底這些動作 會不會讓AI谷 長真的還假的 這是很多投資朋友 想知道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吃什麼 今天吃時光車輪餅 因為希望AI谷可以重回 那個時光 重回那個老時光 老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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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蠻好吃的 真的好吃 可是我看到這價錢 卡士達 價錢也可以回到 重回十關嗎 可以回到五元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小的是三個十塊 真的嗎 三個十塊 你還點到 可是那個比較小 這是標錯啦 應該是三個十塊吧 怎麼會變一個三十 對啊 這也長太多了 明哲老師也吃過三個十塊 有啊 以前那個 唸高中的時候旁邊就三個十塊啊 高中的時候 你還沒那麼年輕 高中就好養三個十塊啊 這樣就變三個要九十嗎 高中沒有三個十嗎 草莓族呢 對啊 草莓族 可是這個比較大顆有沒有覺得 沒有 小時候那個比較小 小時候還要可以跟阿伯聊天啊 他旁邊還可以順便打個冠牆 他們是連在一起的嗎 小時候 亂講 他們沒有連在一起的 對嘛 冠牆是冠牆店而已啊 以前我也蠻喜歡那種冠牆 然後跟他賭大賭小 我最高技術賭了三十二個 三十二條 根本吃不完 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那種賭的快感而已 我真的願意給喔 可是賭博不是個好事 投資才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對的 投資是穩健的 好不好 我那時候把錢 欸 當然我給他臉就很臭啊 可是他也希望輸光光啊 我怎麼可以贏那麼多把 你這麼懂 是不是 這個來看一下 贏了五次 好 三十二格 那到時候三十二格以後 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覺得那邊甩那個 三十二格就甩來甩去 然後剛好周杰倫 經過那邊了以後 就製作了一首酸結棍 呵呵哈 所以你講的不是周杰倫 是糾結倫走過去吧 糾結倫 糾結在一起 不是因為 香腸可以變成酸結棍了 綁起來叫糾結倫 不是周杰倫 你不要再糾結我的發音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時光 車輪比蠻好吃的 好不好 希望那個 AI股能回到好時光 然後希望觀光股 不要跑觀光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漢偉老師 第一位分寄師是 林漢偉分寄師 你好 來 大家好 剛剛看到這個價格 真的是有點嚇到啦 就像剛剛我們這個 哲子所說的 以前是三個十塊 所以我們以前好朋友是 十塊錢可以買三個 現在小孩子我覺得很辛苦啦 一百塊不一定可以買到三個 所以朋友變得比較難交了 那當然希望台股也是一樣 就是說 最少我們的股票 能夠回到過去的好時光 不然是輝達 不然是所謂廣達 等等的一個AI伺服器的股票 如果能夠回到 好 七月份跟八月份好時光的話 你們要吃一百個都沒有問題喔 No problem 一百個老師 一百個三千塊 看我們節目如果只想做三千塊老師 他們都不想看好不好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啦 一百個吃太多了 一萬個好不好 一萬個 一萬個一棒吃 送給大家 三十萬也還好嘛是不是 現在出國旅遊都很誇張 我們今天還在討論 出國旅遊 那個過年時間出國旅遊 只是去日本東京喔 你想想看 五天世界要多少錢 過年喔 過年應該很貴 在熊食可樂這種等級的 就是一般 五萬八 八萬 八萬嗎 正常的飯店而已喔 不是喔 五星級飯店喔 太貴了吧 是 八萬 很恐怖齁 大家覺得算了好不好 比方那個時候 過年待在家裡就好好不好 待在家裡喔 家裡就很好玩啦 家裡就好 其實國旅遊真的很貴 人家有一堆八塊可以討論啦好不好 真的太貴了 有時候我覺得待在家裡 我還比較開心一點好不好 來 我們來 哈瑋老師的like 小老鼠PS1688 這個像鄭教授齊教授的講師好不好 各大節目都看到他 酸分析師執照 這個小老鼠PS1688 哈瑋老師很老實 我剛才稍微吐槽一下 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他很老實一個分析師 哈瑋老師這好吃嗎 好吃好吃 還不錯齁 來 吃一吃 現在吃一吃 趕快晚餐就不要吃了 可以減肥好不好 好 第二位 來來來來 聽說前陣子也減了十幾公斤啊 靠超慢跑 減肥成功的 謝明哲分析師 你好 師弟好 投授朋友大家好 然後主持人大家好 基本上我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之前是減20公斤 但從上了福利社之後 我覺得我有點職業傷害 對 那默默的那個體重就上來了 然後順便 把他收回去 收回去 老師才上幾級而已就變胖了 錢多那麼多 你就知道 對啊 我們買的東西有多少好吃啊 我最近臉也變瘦了 那直接大家 你就這樣吃一次午餐 我就晚上都不吃了 好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喔 這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聽說 北部人叫車輪餅 南部人叫紅豆餅 我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紅豆餅 對啊 這個以前也有人講紅豆餅 都是一樣啊 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講法不太一樣 你問我幹嘛 你問他吧 你說中部人南部人嗎 我是台北人 整車輪餅 我記得我們以前好像叫紅豆餅 小時候叫紅豆餅 因為小時候叫紅豆口味 台北人 對啊 我算是半個嘉義人 可是其實很少 已經很少回去了 這個我不知道 你們不要問我們 這很不熟 好不好 他們老師哪裡人 只有紅豆口味 因為都台北人 現在台北人居多 阿民哲老師你哪裡人 沒有住過台中的台中人 那你應該問你自己就好 來問我 我記得我以前叫做紅豆餅 對不對 現在叫車輪餅 你知道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以前 以前為什麼叫紅豆餅 因為以前 紅豆 大紅豆 沙沙沙 哇 夠了 最後你的年紀了 夠了 重點是因為以前只有紅豆餅 跟奶油餅 兩種而已 現在不像現在可以加很多 什麼抹茶 紅豆啊 麻糬啊 所以這麼多乾的就是叫車輪餅一樣 是不是 現在你以前叫 都叫波霸奶茶一樣 叫真奶 可是你現在不會只叫真奶 有幾種可味 什麼波家爺 真波爺 所以真波爺 是不是 真波爺 波多爺 波多爺 哎呀 被你發現 哎呀 哎呀 誰老師剛跟我講他最喜歡的女明星啊 我原來是老師啊 哭二 你有 你有去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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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去哪裡 廁所你好啊 他性騷到我 對啊 他真的真的不舒服 好啊 杰明哲老師的line啊 小老鼠 money啊 1899 money他就會寫喔 1899 money要發的 你一發就要發的很久 1899 要發錢要發的99 好不好 明哲老師的line 有沒有看到喔 各大財經媒體也常常看到他啦 好不好 謝明哲老師好不好 第二位 職業受傷害的謝明哲老師 對 我們可能也是 第三位 謝承諺古怪教授 古怪教授 其實你講車輪餅喔 吃這個喔 吃完再來一個車輪戰 就譬如說打麻將啦 我知道我知道 就輪流打嘛 輪流打麻將 大家不要想太多了 那其實講到這個 他打麻將是三個女生 對你一個男的 對對 就三娘教子 三娘教子 而且我們 輸了以後 輸了以後 不要用錢玩 我跟你講 打麻將千萬不要玩錢 不要玩籌碼 對啊 是喔 那他玩什麼 就輸了以後去看 就輸了脫一件 那 如果16台怎麼脫 啊 就直接脫光繼續打就好了 所以你們看到他 他來錄影都穿十七件衣 對對對 那好熱喔 穿多一點嘛 其實講到車輪餅喔 這個 漲價真的長太多了 還有一種 菜脖的 喔 菜脖的 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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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的老師 職業傷害不要再來了 停止 他要拿第二個 他不吃晚餐 這個涼涼的 你看 破功的 叫他撐住他根本不理我們 兩個不同口味 好多喔 我自己喜歡吃奶油 奶油呢 卡士達 卡士達 感覺 然後就 價格就變比較貴 其實就是奶油餅 卡士達還有什麼差別 那一個要三十塊的 不過他 那就不要吃嘛 你跟幸福老師一樣 不要又鹹又愛吃好不好 沒有沒有我沒有在鹹 我有鹹嗎 福利是有三個來賓 叫他們不要吃他都不理我的 我怎麼可能會鹹的 第一個 經理老師 第一個林玉凱老師 對對對 叫他不要吃他不會理我 我現在會稍微客製一點 謝承諺老師也是一樣 我現在會稍微客製 現在多第三位 謝明哲老師 明哲老師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車輪餅有一個重要的關鍵 這是什麼 關鍵 就這個跑出來要先舔掉 不然會爆漿 不然會爆 到時候噴的到處都是很難出的 又要噴 所以吃這個都要拿衛生紙 很多人看到我拿衛生紙 以為我要做壞事 沒有我是要吃 那個卡士達 這個車輪餅 馬上遞給你 剛才放三包在我桌上 我想說今天是有什麼好康的 他量沒那麼多 對不對 也不要開玩笑 你不要開玩笑 欸 我跟他說三包太少 這不夠用 你這樣拉肚子喔 不是 我們節目還是不要亂歪 好不好 好啦 這個陳諺老師的line 就算了 不錯不錯 小鼠GP520 謝謝謝謝 你為什麼要打開來啊 你為什麼先打開 我就直接吃 爆漿就爆漿啊 因為我想 看到 不是銅鑼燒是不是 裡面這個這樣看 很有那種 成就感 很療癒 你不覺得嗎 你是不是AB型 AB型是什麼 為什麼 AB型 就是我喜歡 我跟你講我喜歡撥開再舔 AB型有什麼東西 就是會撥開 因為AB兩半 喔AB兩半 那不撥開是什麼 O型啊 O型啊 對啊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投票 來來來來 NVIDIA新動作 AI股就是 噴出 是掌 掌真來講的 真的假的 老師請 我覺得這次應該是掌真的啦 對 因為你可以看到 雖然說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AI股很多是跌增反彈 但有些股票在創新高 世新KY創新高 等一下等一下 謝民主老師 你怎麼不知不覺吃完了 他吃完了 你什麼時候客光了 你看我叫你不要吃 他就真的暫停了 我怕他 你把他今天吃完了 我怕他冷掉 冷掉不好吃 他是不是轉頭就把他吃完了 他看你是不是暫停對不對 對 那現在不到 不到一分鐘 你怎麼吃完了 沒有我們先把 你一口吃欸 我避免被他繼續誘惑 我要專心講節目 我記得我們以前 柔次的特別企劃 我跟妳講 找明哲老師吃啦 不是 我跟妳講你找三巨頭 三巨頭 玉凱 玉凱 明哲成夜 看誰吃最多 吃到飽 12吋披薩 誰呢一口氣把他吃完 不要再喝可樂 製作費要改變 沒問題 我跟妳講 你吃炸雞啦 吃牛排啦 吃Pizza 吃到飽 比賽 比賽好沒問題 龍蝦 明哲老師要不要接受挑戰 龍蝦 龍蝦 龍蝦沒辦法 龍蝦你在胡扯 來賓要換 有沒有血要 特別單位先找你 沒問題 你可以下次吃那個 麥當勞那不是有什麼 什麼蝦寶那個 可以你答應我 晚上要少吃 晚上就不吃了好不好 沒問題 沒到時候職業傷害 有職業傷害 他們動作好快 對啊很快 老師我們扯遠了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到底真的還假的 AI股到底可不可以回到老時光嗎 可不可以老師你說 來你說 對啊我覺得還是真的啦 因為我講 今天還是有些創立新高的股票嘛 像剛剛提到的四星KY 像今天的PCB的金像電啊 都創波段的高點 所以我覺得整個AI股 應該是維持這種波段式的上漲 有些領軍的 一軍部隊持續創高 一些二軍的三軍會慢慢跟上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階段 但有一些重要的國際的總經濟大師 還是大家持續要去關注的 第一個上個禮拜五 就我們放中二姐看月亮那一天 公布出來的一個聯準會 所謂的一個PC跟核心PC的數據 都出現合乎預期的一個發展 而且都出現了比較明顯這種 所謂的持續下滑的一個現象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可能聯準會接下來 應該不會再那麼鷹派 那可以看到 年增率也是創這幾年來 是多久以來的新低 大概應該是一年多以來的新低 一年多以來的新低 一年多的新低 算很多了 所以符合市場預期 因為看起來好像沒有通膨 應該說PCI個人消費的開支 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對 就慢慢在放款當中 所以聯準會官員說了 第三把交易 紐約聯儲的一個 第一把是包爾嗎 包爾嘛 第二把是副主席 第三條 而且他是終身的一個會員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他終身喔 對 他終身有投票權 哇賽 好厲害喔老師 是紐約地區的啦 紐約地區的 聯儲的主席 那他這次提到說 可能通膨就剛剛看到嘛 慢慢往2%去回落了 所以可能升級循環已經結束了 也許11月也許12月份不太升 當然也提到說 利率有機會維持在高水位一段的時間 那可能就在明年 也許原本大家一起降四嘛 現在變成降兩嘛 整個所謂的中性的利率 看起來有抬高的一個現象 中性利率也抬高了 老師 通膨率有機會 你要不要再升了 我覺得明年就要3%是很多耶 老師 對啊 那明年通膨率往下降了嘛 但是整體上來看 因為他們還是擔心說 可能通膨還是需要 比較高率來把它壓下來 是有個美女一直在誘惑你 她有問題 老師如果通膨一直在 應該是說利率一直維持在高利率的話 對於股市有什麼影響咧 我覺得大家會慢慢去習慣他 但我覺得簡單你去看 什麼聯準會官員講什麼 或者說通膨出去講什麼 你不如直接去看 10年期公債利率的走勢 9月份他從4.1升到4.6 所以全球的股市在這邊崩跌嘛 那如果說 因為錢都跑到債市去啦 對 如果說接下來你說 10月份到12月份 利率就在4.6 到4.4這區間震盪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會習慣 那個利率比較偏高的情況 那如果反過來 你看到利率要往4.6 4.7 4.8去走的話 但我覺得高利率 還是會造成股市的壓力的 老師我們來繼續看 右邊來看一下 老師 好 那當然今天台股也好 全國股市最大的利多 就是說緊急在三個小時之前 通過了所謂的一個經濟方案 我覺得美國人很無聊 我都喜歡人生搞得很刺激 對啊 幹嘛這樣子一直關門 然後關關開開 關關開開 又不是7-11 那門一直開開關關的 幹什麼 我就好無聊 老師已經說 對啊 所以沒辦法 因為他們這個政客 需要舞台來表演嘛 你到最後一刻 誰過關的就歷史留名 沒過關的就歷史留下臭名 所以我覺得當然就是代表說 美國目前政壇相對比較混亂 但最少好消息是 就可以拖45天嘛 所以到11月之後 我們再來煩惱說 美國政府要不要在聖誕節之前關門 但是你上來看 也代表說你10月份一開門的時候 看到9月份的一些相關的利空 不管是通膨的問題啊 關門的問題啊 能夠拔除的話 但我覺得對全球股市 對台國來講 就會一些極力的作用 老師資金維持在目前水準 但烏克蘭大規模援助 將暫時中斷 就我所知 好像其實總統還是有別的支出 可以援助烏克蘭啊 老師是不是 對 那聽說啦 據說國外的陰謀論是說 可能他們在所謂的一個拜登選舉之前 會逼著烏克蘭跟俄羅斯和談 讓整個拜登有一個所謂的 歷史上的一個名聲 打是因為我打的 和談也是因為我去支持你們和談的 所以 我覺得有可能喔 我覺得烏克蘭要這一兩年 如果還不趕快贏的話 我覺得明年這個時候 應該明年7月份就會逼他和談 對 會逼他和談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當然對於烏克蘭來講 或說對全球的一個軍事的一個現況 最少我們從正面來解讀說 不打的是一件好事情啊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那當然現階段這個眾議院投票 就是下一次我們再看說 11月份 投票會不會維持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看起來有一點點就是 用那種偷渡的方式去過關啊 所以這一次 麥卡錫才被這個共和黨黨員 是非常大的一個反彈 他很可憐啊 差點他連共和黨黨員都不投他票耶 對 不投他票 不是啊 之前要選這個議展的時候 基本上快選不出來 好幾輪都不願意投他票 他們極右派的 對啊 是史上最長的一次的 眾議院的投票的一個 議長的談 投票的一個情況 代表說 其實他在黨內其實 這個名望本來就不是非常好 那這一次的所謂的 突發性的通過臨時支付法案 也傳說民主黨議員還去按那個 你知道怎麼看一個人的名望差不差嗎 跟陳業老師如果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是到陳業老師這個等級的話 哇 那這是知名度啊 名望啊 各方面 主上這個增幅 主上基德 對 真的真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來看啊 就看今天這樣的一個反映消息 台股就蠻漂亮的喔 看起來有點小W底成型的一個形態 而且量人也出來 小W來 對 因為上禮拜有凹動量嘛 對 凹動量出來之後 終於出現了一個所謂的價格的表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對整個台股 目前主體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量人也出來了 線銀也轉強了 那當然上檔這個季線 還沒碰到 代表說還有反彈的空間 那再往下來看 目前貴買指數當然更強了 你看這一波 貴買指數是率先占到季線的關卡 而且量能更漂亮喔 大盤的量 雖然說有出量 但我覺得不是出的很多 但貴買你看到 中秋節回來之後 他量能直接送到720億 代表說中小型股主力的資金 我覺得比較明顯在歸對 去佈局說中秋之後變盤的一個行情 老師上位指數滿快的 你說季線站上去是不是 對 站上了 老師那有沒有可能挑戰新高 我覺得應該是有喔 因為到第四季嘛 我們講第四季有什麼選舉行情 有做夢的行情 對中小型股來講 我覺得都相對比較有力 老師有沒有可能 在剩4天要挑戰新高 有點難喔 你說貴買嗎 對 就是雙十節 我們接下來要放雙十連假嘛 所以也不要衝得太快啦 不然衝得太快 可能大家又擔心說 雙十節會不會是變盤的情況 就算挑戰新高 可能會把它打回去啦 如果這四天 慢慢漲就好了 慢慢漲就好 老師我想問一下 明哲老師跟陳映老師 今天這一根紅K 應該從線型來看 我們玩善業 應該非常重要嘛 你覺得對大盤季線 如果是大盤季線 你覺得有機會站上去嗎 大約何時 如果就時間點來看 我覺得應該是雙十節之後 上次我們有談過 就是那個週KD指標 其實在這個禮拜 我們看一下 對 有機會呈現翻揚 是你繼續說 對 我們可以看 如果週KD指標 能夠呈現翻揚的話 這應該是3到5週的一個行情 那個時間點 對 那個時間點 就有機會來挑戰 這個季線的一個位置 然後週KD為什麼 你解釋一下 週KD怎麼樣 因為其實週 他應該這樣講 KD指標的計算 是9週的高點跟低點 我們在週線裡面 那因為第9週 現在其實剛好從那個 之前的高點17403 往下開始掉 所以我的那個高點往下掉 我區間變小了 所以我只要行情維持 一定的一個強度 KD指標 他自己會出現駐獎的一個態勢 會出現駐獎的態勢 好老師 所以你有機會 那陳菱老師呢 不要重複人家說的話 是不是不講話 沒有 我補一個 比較深入的東西 就是因為即將公布 大家去看的是9月的CPI 是 台灣的 我講台灣的部分 那再去推說 央行要不要升息 但是以目前來看 實際上像天然氣這些 都有降溫 尤其是我看整個9月份 在這個農產品的部分 價格大概跌幅都有7到10% 所以看起來 我們的通膨的狀況 應該可以控制住 所以央行應該今年到年底 我們自己的央行應該不會升息 那對台灣的一個資金環境 是相對有利的 所以這個部分來看 我覺得對第四季台股的上漲 也會有幫助 那至於你說什麼時間 以9週的KD如果來看的話 你看又來了 不要理他 我覺得就重複了 是你重複 那我換 以四國的KD 九週四國 我真的才能講 他五週製藥 對啊 他哏都很像我 怎麼辦 我跟他講這個 怎麼會這樣 靈魂伴侶 噓噓噓 要是他死殘亂 死殘亂打著我 對啊 你不要看喔 最近我才剛推60秒 也推60秒欸 沒關係 不要理他 模仿者 扯遠了 扯遠了 所以展203點 就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站在記憲 對啊 我們就有機會 那看外資 外資 今年買超4300以後 變2億了 然後再加63億 65億 老師我要求不多啦 你覺得我們可能 第四季給他尻回去 一下再買個3000億 3000億的話 但我覺得要看接下來 可能沒股啊 但如果說 都是一些利多消息的話 但買3000億就不會過嘛 你說這幾年賣這麼多 小買個3000億我覺得不難啦 因為第三把交易已經告訴你 升旗升到盡頭啦 對啊 3000億不難嘛對不對 對 而且我們講說 因為台幣已經扁到 其實跟之前一樣嘛 老師我們台幣也是一樣 我們看台幣線圖 我們福利社長跟大家講 去年12629點的時候 台幣怎樣 我們畫個頭 太遠 對 32嘛對不對 老師你這邊有指嘛 32嘛 剛好32.345嘛 現在來到32.2 圈一下 圈一下32.2 差不多嘛 其實位置差不多啊 根本就差不多啊 對啊 所以 基本上台幣已經扁無可扁了 對 如果台幣再往 蛇蛇的胸口去 跑的話 一箭穿新 我覺得外資的買盤就會回來啊 我感覺 穿到那邊會反彈耶 反彈是不是 胸肌 所以就看這個丘比特幣要射箭 射像蛇蛇的心 那很核心 好不好 這個玩下去以後怎麼樣 台股就反彈了嘛 台股就升值了嘛 對 外資的資金就回來了 所以有機會喔 3000再買回來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AI電腦時代來臨 台肌有望 受惠 老師 AI電腦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講的邊緣運算 邊緣運算 就是像陳彥老師這種 坐在最旁邊的 邊緣人 然後邊緣人 沒有人喜歡他 然後很愛模反人家的 一直算啊 他在算一下 一直在算一下怎麼模反別人 在邊緣運算 我不在觀察 只要有好的梗 我全部納盡 重點是喔 而且我跟你講我不敢 我直接重複再講 重點是喔 我跟你講他臉比很厚喔 他覺得他如果模反得很小利 人家會說 你這個人幹什麼 做虧心事 沒有他就告訴你 我就知道模仿你 而且我跟你講喔 重點是什麼 然後我跟你講一樣 模仿以後 發揚光大更紅 然後我跟你講喔 還有重點就是譬如說他把妹 他都這樣子喔 跟別的主持人 別的頻道主持人都這樣 搭監 然後搭監就對了 說我們有監情 他就擺明就是 我的人設就是好色 所以我現在是好色 我是外國人style的 我是好色 所以你也不能拿我怎麼樣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覺得我好像在雙聲道 就是你們兩個 透過我的耳朵去傳話 你如果突然 對不對 我們哈維老師突然變色 那就怪了 哈維老師在抗議了 他是老師 你不要再影響人家了 來哈維老師來 AI電腦 邊緣計算什麼 老師你講一下 對因為我講說邊緣運算 就是說你現在的主要的 AI運算 就在伺服器端 如果說未來AI能夠擴散到 不管是筆電端啊 手機端啊 智慧裝置端的話 那對到邊緣運算的一個範疇 那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因為AI已經發展到現在 大家開始去尋找說 那AI擴散出去有沒有一些 其他的零組件有機會 如果以IDC的報告提到 在今年整個筆電市場 當然第一次是衰退的 但從明年第二季開始 AI筆電 加上說可能整個一個換器材的帶動 明年全年筆電的一個出貨量 你看它下面 是有機會哦 就是你看過去 今年上半年是很差的 明年到了下半年 有機會回到相對比較成長性的一個期 一個期待性 所以對於相關的供應鏈 組裝廠 或是說相關的 所有伺服器的股票 我覺得都可以一併來看待說 可能這個 除了AI伺服器以外 筆電的成長 對他們業績 我覺得一定有比較大的一個貢獻 好 邊緣運算就是說 在這些筆電啊 在這邊不是在伺服器中心 在組運算的嘛 對 所以這些筆電需要成長的 老師好不好 甚至連蘋果也有AI 欸老師蘋果有哪些AI 對因為蘋果庫克嘴巴 嘴峰一直很緊嘛 他一直跟人家提AI 他說我們蘋果 有在研究 嘴巴說不要 對但實際上 他已經說 身體很誠實 沒有啦他嘴巴的時候提到一些AI 你繼續說來 對因為我講庫克其實他以前說 他不做車現在也做車 他不做AI現在也做AI 所以代表蘋果這個 原本他Siri就是全球非常重要的 AI的一個領先者 所以連蘋果都跳進來的話 對相關的AI的一個成長性 我覺得其實可以比較樂觀來看待 因為他提到 AI在Apple Watch裡面 可以用到很多的應用啊 醫療等等啊 甚至iPhone上面預測支持 都可以擴大運用 所以在這樣種種前提裡面 可以看到大摩提到了 他就看好說 半導體業可能不再惡化喔 2024年的上半年 就可能出現U型的復甦 所以因為目前大家所說的 可能原本今年第四季應該是U型 這個U要勾腳上來了 但現在可能要等到明年第一季 台機天那時候也有人問他嗎 對啊 然後至少不是L型 看起來這個U很寬啊 對就是U那一條有點 那個紅溝有點長 寬啊 我們畫一下比較寬的U來畫一下 好不好 很寬的U 老師順便問一下啦 他說字詞預測 字詞不是字詞啦 老師你有沒有發現到 老師你有沒有發現到我像Google 我用語音 像我講話有大舌頭 我用語音來搜尋喔 就是用我講話 比如說我要搜尋什麼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準確度比以前高很多 對 你有沒有發現到齁 以前其實搜尋很差 而且廣告投放也比以前高很多 如果你現在在談車輪比 你可能等一下去查 一大堆車輪比的廣告出來 我跟你講他真的會偷聽你電話喔 對 他會偷聽你喔 你以為車輪比他就搜尋車輪比啊 真的我看憲誠老師 欸怎麼都是美女的裸圖啊 有人在嘴巴在講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 真的搜尋 真的搜尋 他們就是會給我的喔 我都只看得到車頭燈 嘿嘿 你就搜尋到車頭 Posh的車頭燈啊什麼的 真的他會搜尋 比如說你今天有時候 我們嘴巴講說 嘴巴講我要去哪邊旅遊 等一下那個話 就跳出來了 好可怕喔 我分享一個就是說 地圖的部分啊 現階段 現在地圖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不同的時間你搜尋 他給你的時間 要到達目的地的時間會不一樣 這本人就知道了 然後隨著你開車的狀況 他也會去動態的調整 以前沒有那麼 像Google都會這樣子啊 都會地圖啊 比如說這個現在國道 國道3號 不行了嘛 他就叫你走國道1號 對對對 然後有時候比如說去桃園 去大溪啊 他會叫你走山路 可是有時候走山路很累 所以有時候 他應該就直接引導你去某某某吧 這他會走一個山路 我不知道在哪邊山路 反正會走一個 帶你回家 產業道路之類的 對 但你不要跟著我好不好 很恐怖耶 他會走產業道路 可是走一個產業道路 我講一個Google也是很好笑 有些地圖會走對不對 有時候你看到 前面直走 他怎麼看到要左轉 然後大家就是左轉小彎以後 前面車子也左轉 左轉小彎以後對不對 繞了兩個紅綠燈 繼續直走 從頭到尾就不用繞那個彎啊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跟著我一起做嗎 因為大家都用Google的地圖 對 好不好 所以AI有好處也有壞處 可是看起來 還是利大於弊 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 還有預測致詞 還有老師我們看AI的運用 老師 新電圖也有可能嗎 新電圖也有可能啊 因為他現在比如說 手機突然掉在地上了 就是手錶 我應該說說 Apple Watch掉在地上 代表你可能暈倒了 他就會幫你播手機啊 老師 對 對 所以 我覺得其實AI醫療這塊是真的 這個發展性還蠻好的啦 對 因為對這種醫生啊 醫護人員 有AI的幫忙 真的會讓改善他們工作的效率 好 這是跟大家講 這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這 Apple Watch就定位在醫療相關 健康相關的 對 我們去看一下 AI真的很重要 是 重點是 還仁勳要去以色列 老師為什麼要去以色列 以色列很重要嗎 因為以色列比較適合 都常看A開頭的嗎 沒有開玩笑啦 老師 其實我跟你講 你這麼老實 講這種環色笑話 其實不好笑 不好笑嗎 我覺得太死了 因為老師告訴他了啦 我剛剛講說 你好的不學學壞的 對對對 我們要認真來講啦 人色 不一樣 健子老師笑得很開心喔 他是不是不適合講環色笑話 沒錯 對啊 對啊我問你好 對啊 我們講正經一點了啦 對 以色列其實是全球AI的大國 而且你不要想說 我們AI現在都想怎麼賺錢喔 以色列 你說什麼 他什麼大國 AI的大國 對 因為他的AI是用在武器上面的 他的坦克有AI的視覺 他的一個愛國隔飛彈的攔截 都會AI來做一個偵測 所以他AI如果做不好的話 是會出人命的喔 對 所以代表說其實以色列 為什麼黃仁勳要去以色列 做相關的AI發表 因為今年五月份 輝達跟以色列 合作了一個超級電腦的專案 說他透過AI來生成 相關可能以色列 會運用到的一些所謂的軍事啊 一些所謂的科技的發展 所以本身以色列跟黃仁勳 就是一個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 而且以色列也是全球 AI創新的大國 很多AI獨角獸都在以色列發跡出來的 所以當然我覺得以色列 在中東國家裡面 是具備一個代表的地位 那你可以看到 相關的中東 像沙布拉伯 像這些相關的一些國家 都開始發展AI 你說以色列在這種 重強環世底下 但我覺得他對AI的需求 會有一些更急迫性的狀況 所以這些黃仁勳 我覺得特別飛到以色列 去召開AI峰會 但不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以色列比較色 而是因為真的 AI在以色列是一個 關乎這個國家 資本 國家的一個 民生生計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發展 是 我剛才查了一下 以色列是全世界最高比例 多高比例 最高比例的工程師跟科學家 科學家 每一萬名就有140個 災難 不是工程師 災難工程師 工程師 這塊叫 工程師跟科學家 這比例算很高 很高 是代表他們其實 整個科學很進步 工業很進步 對 他號稱中東的矽谷 對 中東的矽谷 這一講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會宣布更多怎麼樣 很多的 深層式AI 深層式AI等等的部分 老師 他會到時候會 會不會告訴大家 比如說類似這種 比如說缺GPT或相關的 以後的運用 有沒有可能 不會講缺GPT 可是以後AI的方式 因為為了趨勢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會 因為畢竟他大概隔一兩個月 會發表一些新的想法 看法 相關軟體的應用 所以這次我覺得 當然他密切去期待說 到底黃仁勳 第四季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 產品行銷會 會有些什麼新的一個 slogan出來 老師 這AI有這麼多概念股票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廣達 對 因為我覺得廣達是 AI伺服器當中的 領導的股票 因為大家都說 廣達跟輝達的關係 特別好 所以大家在缺H100的時候 好像廣達沒有這樣的問題 很多人要拉貨 都優先找廣達 所以要廣達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 因為他跟H100的一個 拉貨狀況 有可能9月份營收 他就已經先出現拉貨的動能 那再來就是說 在整個AI伺服器當中 你看廣達他的姿態是最高的 他再往上漲一點 就突破這個波段性高282塊了 所以我覺得也代表廣達 可能在所謂的營收表現 在現行表現上面來看 甚至在籌碼表現上來看的話 可能都是當中我覺得 具備代表性的狼股票 再一根斬停板就差不多了 就大概過平高了 是廣達 偽創技嘉 人寶 巴拉巴拉 你覺得誰最先會最先創新高 應該就是廣達 廣達會先創新高 厲害喔 廣達 因為旗下的公司 還是相關AI的 對 而且廣達算最早 最早看到這個AI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趨勢 對 因為他第二季的財報 就已經很好了 7月份發展的時候 其實成長線也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是當中 最先突破的話 你其他相關的AI的筆電 AI伺服器代工的股票 我覺得都會被他帶起來 好 我們看廣達 看下一個 對 現在漲偽創 但是今天漲得更多 漲停板 一度漲停板 對 一度漲停板 但第一個 他的股價也是壓得夠深 所以他整個籌碼 你會發現到偽創 第一個 量有沒有一直縮 縮到已經到了末端了 有點類似這種大盤的凹東量 那股價在這種低檔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偽創 不管是法輪站在買方了 融資券都開始退潮了 代表說這個所謂的 短向這種符合被清洗得差不多 今天就開始出現 比較明顯的這種待量的拉高 因為今天量是蠻漂亮的 那股價也上到短期間之上 那我覺得他在短期間上來看 是有機會挑戰季線的關卡 要往上去突破季線 可能大家就要看一下 偽創的9月份營收 有沒有辦法比8月份大部分成長 有的話代表說 第四季的極單效應 是有期待性的 我覺得法輪那個買盤 就有機會回流 法輪就有機會回流 所以萬論 偽創都不錯 那跟萬論看起來更強 對 萬論更強 對 萬論我覺得最近是走進 好像比這個是COAS的概念股 沒有那麼蠢啦 老師 沒有那麼蠢 但是因為他也是接到一些COAS的訂單 而且他本身來講 這個波段他其實修正的幅度 也修正的比較兇 所以最近開始出現代量的走高 所以我這種股票就是 你跟著紀錄線已經做一個操作 目前是日K連日紅代量的衝高 只要沒有出現爆量不漲的話 我覺得其實都還是有一些反彈的空間 老師沒關係 我們現在講 你現在可以說中立的表示 像這一波AI股 尤其這老牌AI股 你就是像伺服器這些 管達偽算技嘉 或是萬論這些 你覺得是漲真的還是假的 還是要看Case by case 還是看個例來看案例 我覺得當然有機會是漲真的 但你指標股第一個 你要看到回答股價 回到新高 第二個你要看到第四季 先是 現在已經300多塊了 430幾 離500多 還有大概 離500 說錯了 還有一點距離 要先500再說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看到第四季 因為大家都第四季集單 那9月份營收最少要比8月份大部分成長 接下來10、11、12月份 法人才會比較樂觀來看待 所以目前我覺得 如果說就整個相關的股票來看 廣達應該是大家可以最先觀察的指標 NVIDIA還是得表態 至少SMCI的股價也得表態 我們看SMCI 所以這兩個先看 有機會拉遠一點點 SMCI拉遠一點點 可是你看 離高漲還是有段距離 他這邊其實你可以畫出來一個 大概說281塊的景限 快到了 代表今天網友如果這樣的話 就有機會 這邊主體成功 恢復那個缺口 這邊有280幾喔 281左右啦 281 話太長了 這邊大概就是 你這個話是缺口嗎 這邊啦 這一個位置 前波反韓高點 對 前波反韓高點這邊 對 突破上去的話我覺得 其實他短底就有機會成形了 老師我們快速來問一下 明哲老師你對掌真來講是假的 AI國 我覺得應該講真的啦 因為現在其實大概 大家對於那個技嘉跟廣達 9月份的營收其實都是比較樂觀 代表就是說我真的有錯 法人都已經有陸續 陸續報告出來 沒有錯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你營收開出來 我覺得對於股價來講 就是下一波公式的起點 那很重要喔 好不好啊 那陳老師你長真的講假的 真的啊 長真的啊 是喔咧 長真的啊 因為 我在講你又說跟他講一樣 那你可以跟他講不要一樣 是沒時間的 基本上喔 當然是長真的 但是我會比較傾向於 大家忽略的一些AI股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後續 上漲的力道會不會 哪些你可以講快點 比如說像艾埔啊 這些我覺得 他會有機會的 這我後面再討論 那等一下討論 但是觀察當然以廣達為主 好 先廣達為主 可是也可以一些 比較 因為可能廣達這些 像尾串啊 上面還是很多賣壓 我主要是怕說 他一漲上去 很多散戶很快又回來 又賣壓啦 又賣壓 或者之前我好不容易解套 我先跑再說 所以不如找別的籌碼比較乾淨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好不好 來 NVIDIA新動作 AI股這次噴出 看起來他們說有機會長真的 長真的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圓鋼跟微軟 老師你好 來 對因為我們講圓鋼 但是最近非常熱量股票 為什麼講圓鋼 就剛剛提到 它因為切入到 AI的邊緣運算 它跟輝達合作一個 工業4.0相關的一些軟體 跟相關的硬體的出貨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圓鋼之前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最近從9月份開始 出量的一個網上幾漲 現在連續兩根漲金板 來到波段的一個高點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題材性 還沒有看到 營收的實質力多 但最少這個題材跟股價 都還是維持著正向的反應 代表說其實在圓鋼 甚至今天的圓展 都被帶動起來 這個所謂相對低位階的 AI邊緣運算 工業4.0這個族群 我覺得可以特別的留意 好 現在來的股票 來 微軟 微軟為什麼要提到它 因為今天可以看到 微軟 然後微影跟微創 代表微創集團 其實最近股價表現都還不錯 從股價低檔反映上來之後 你看到微軟的線型 其實跟微創跟微影非常類似 那微軟的題材在哪裡 就是說上個禮拜 微軟 就是美國那個微軟 終於開放它AI的助手 要正式登入到 Windows10的更新裡面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所謂的軟體更新之後 對這種軟體相關服務的股票 應該會有一些所謂 未來利多題材的帶動 所以對微軟來講 如果說接下來你看到 微創啊 微影啊 股價持續反彈的話 我覺得其實微軟也有機會跟長的 也有機會啊 老師 那微創 微軟 微影 這三個你覺得誰比較會噴 比較會噴 如果說以純度來講 應該是微影比較會噴 但是如果說以市場的熱度來講 大家最愛就是微創 所以微創如果說滾量上攻 而且今天微創的股票期貨 很多是拉到漲停板的 代表說我覺得 不管是短線客也好 或者說有一些 比較投機的資金進來 對微創未來股價之後 維持滾量的話 應該是有一些多方可以期待的 代表明天開盤有可能先開高 開高以後不知道是不是開高走低 對不對 好 就看一下那個股票期貨的變化 好 股票期貨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微創期一度漲停板嘛 可是有比 微創期有比那個 微創的現貨再多0.5元 對 正價差 代表正價差 大家還是覺得有不計待價 先拉再說 明天有機會再拉一下下 多0.5元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 下一檔檔股票 華福跟聯軍 明哲老師你好 對 因為那個特斯拉最近有講說要輕量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卡通 叫投文字滴 就是那個拓海 彎得過就拓海 彎不過就填海 那他後來他不是這個車子 不是有改的那個黑色的引擎蓋 那就是輕量化 但是應該這樣講 那個車蓋是這個碳纖維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說鋁美合金 原本他是以電腦機殼為主 但是現階段其實也有切入到 這個所謂車用的一個供應鏈 那未來這個車子的輕量化 我想是一個主要的趨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的一個股價 從上個禮拜開始 就這種連番往上去做走高 這樣各股其實很有趣 因為他的營收公佈 大概都在每個月的2號 事實上我們在錄影的同時 他已經公佈了9月份的一個營收 表現還不錯 所以股價的一個表現其實已經 有反應這樣的一個營收題材 那原本這個Tesla 在8月份進行工廠升級 那9月份之後恢復正常之後 我認為對於他的營收 應該有機會一路旺到這個年底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留意他後續股價的走勢 好 華福好不好 彎得過就怎麼樣 彎得過就拓海 彎不過就填海 要填海是不是還是拓海 隨便你選好不好 來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拓海比較好 聯軍 聯軍一直長長不停 對 因為之前我們有在這個節目當中 談過那個矽光子的那個題材 那因為聯軍他做的是這個 這個矽光元件的封裝 所以當然他是搭上這一波所謂矽光子的題材 那加上說其實 現在的光籤的出貨大概就是 以這個400G作為一個主要的規格 那目前看起來其實400G也有在開區做出貨 那比較重要的是在於他上個禮拜 因為股價波動比較大 所以他有公布字節 那8月份其實是個小幅度虧損 那你看股價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今天股價其實還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所以我認為這個就是反映 未來產業的一個趨勢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 大家可以持續做追蹤 好 持續做追蹤 聯軍 我們來看下兩檔股票 艾普跟中興店 老師你好 今天我不會再唱 對 你挨挨挨不完 這個梗不要再用 那接下來還要唱 等一下還要唱 等一下 預告已經唱過了 對 你挨挨挨挨這種 兩次了 然後第三次 不要再用 而且這名字就是我們的梗 你一定要把它用 不要再用 好不好 當然還是對你挨還是挨不完 對 我都把它講完了 是是是 你就是模仿 你要不要來做這 再模仿 那你要不要來做這 你乾脆把我兩個 不行不行 你要臉皮非常厚才能做第三個位置 真的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耶 來 挨挨 對 你挨挨挨 不要再表演這個東西 這種老梗 不要一直用 觀眾其實很喜歡 那繼續講基本面 這個股票 我們把它縮小 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們上次在講這個 均線穩定這個地方 現在持續上攻 實際上挑戰前高 雖然還沒有完全的成功 但是其實已經很有這個樣子 但我從基本面三個點來看 第一個叫大型語言模型 第二個是NRE 第三個是VHM 這個部分其實 預計讓它明年的營收有機會成長 百分之五十 就明年整體的部分 更不用講現在講的超高頻寬的記憶體 受惠AI產業 這個部分的一個成長 最重要的是最近這個大股東 千張大股東連增兩週 然後有趣的是十張以下的散戶連退兩週 剛好兩個抓交替做一個 這不叫抓交替 抓交替是不好的意思 就是說剛好做一個換手 能夠這個比較屬於良性的一個上攻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的一個關注這個部分 他穿馬前蠻漂亮的齁 其實有些股價 我的意思是說良性的做換手 因為你說管達偉上自己家 上面還是很多壓力 這個股價已經沒壓力 我們看一下拉遠一點點 他已經創新高了 對你挨挨挨扶完 三次 好的 其實他這個梗就這樣子 模仿 然後重複 重複模仿 再模仿 剛才漢偉老師提到500 要不是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說 夠了 下檔股票 你這老師等一下下一段沒有時間 中心電中心電 你是我的花朵 但是謝民老師對你 吹一吹吹不完 我跟你講 這個股票當然 基本上產業的利多 我相信還是在 包含重電 減綠能 包括 佔了百分之六十 六十六吧 老師可是 我發現重電這個股算有 可是我發現很多產業節目在講 可是我覺得他的現行不太好看 對 那我的重點在於哪裡 雖然跌升以後 大家會覺得說 你再幫我縮小一下 之前訊息剛出來 因為第二季虧損認列 是 就是我們在講懲罰的部分 沒收20.99億 一次認列第二季虧損 那時候跌停我們是不是說不要隨便追 你看現在是不是破底了 是 那現在破底以後往下來 開始反彈 跌升反彈 這一定看得到 好我給各位看 一個很簡單的重點 因為我剛才前面講到 產業的利多沒有改變 可是有一個很有趣的觀察 就是千張大戶的部分 4月份的時候 佔比重是52% 你知道最近一直降一直降 現在已經降到30% 這幾個禮拜就是罰款 大家都知道沒有問題 還是降到38% 然後10張以下的散戶 從不到20% 4月的時候 現在多少 35% 這就叫抓交替 所以誰在買 我跟各位講 散戶湧進去 這個也不是什麼壞事 產業的利多 我認為長期的效果還是在 但是如果真的要買 我認為 要不要看一下千張大戶 正式轉強以後再來決定 因為最近蠻多財經節目 我玩又有來 問我們 那財經節目有些在討論到 那討論到 那哲哲當然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覺得籌碼沒有那麼漂亮 可是我們還是要稍微 注意風險 因為它現在不是主流 因為像現在投信 是完全不碰這一次 重電是沒有 重電現在絕對不是主流 那我們財經節目 我也跟大家講的 我們現在講量多的股票 然後比較有題材的股票 就是我們跟別的節目不同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別的節目有討論 我們就討論 我們討論他們的為什麼討論 我們討論他們為什麼 那他們又會在討論 我們為什麼討論他們在討論 然後我們在討論他們 為什麼討論我們 討論他們討論 最好實話一講重電 我覺得蠻怪的啦 當然這個只能說怪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來來 1號 明哲老師 那個他一直卡你時間 明哲 來來來來 其實我跟你講 今天因為我比較 保守一點 我只有吃一個 所以你要原諒我 如果我吃兩個我大概講 亂講 你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就是想說快點把它吃完 沒有因為如果我吃兩個 我火力會減弱 對啦 不是之後你看火力大開了 全開了也只講廢話 然後從不別人 這樣好像火力不要開 對啊 然後黃色效果加一加 老師來看一下 全民風出國 國內觀光太貴 觀光股整組壞觀光 老師發音這個不錯吧 壞觀光 很標準 謝謝您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觀光股就是大家買房子的時候 最愛的三面採光 哪三面 就是主力跑光 然後股價跌光 然後客人也走光 這個是現在觀光股 是房子最漂亮就是三面採光 四面採光 這四面採光就是整組壞觀光 沒有錯 好不好 所以相對來講比較 主力的跑觀光的怎麼辦 對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說同樣都是觀光股 但其他的國家的觀光股表現好像跟我們不太一樣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中國 因為現在剛好他們在那個11億長假 他說 中秋加國慶 八天的連假 預估9億人次出遊 9億人次啦 中國也不過就14億人 基本上全部都出去玩了 對 有六成以上的人都出去玩 所以你看 這樣中風的都出去了 坐輪椅出去了 推輪椅出去曬太陽 這樣也算 然後 然後這個中國八天連假 預計9億人次出遊 年增86% 旅遊的收入預估可以達到7825億人民幣 年增138% 中國的媒體形容說 這是最近這五年最火的黃金週 不過當然最近五年跟疫情有關係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個反應的是中國的那個 這個旅遊觀光的一個市場 看起來表現是不錯的 那包括了這個11假期的首日旅遊訂單 年增2.8倍 也比五一這個假期的首日成長20% 那觀光是估計 全中國的跨境 跨區人員流動 將達到20.5億人次 這個就超過了 是什麼東西 是20 我懂得去跟回 對啊 就是去跟回 對啊 你看 你就想一個問題 就是這麼多人 這個我記得他們都會講說 他們那個過年跟11的時候 是地表最大人類遷徙 對對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到底有多少人次 那比這個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長11.5% 受不了悶壞了 哇塞 中國人這麼多的來觀光 台灣到底有沒有來觀光 老師來看一下 台灣的觀光應該這樣子講 台灣的那個觀光其實相對來講就比較冷了 那應該這樣講是內冷外熱 就是如果說我們以這個所謂的出國的人數來看 你看喔 淘機連假期間出入境的這個 這個旅客 是內冷外熱 對 內冷外熱 這我知道啊 就感冒了啊 對啊 發燥了 流感的時候 外面是太陽 然後結果你身體在發抖啊 沒有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清明單日最高超過10萬 中秋已經接近12萬 如果你從出境旅客來看 你看喔 從2020年的743萬 後來就疫情了嘛 9534 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1849萬人出入境 然後全年的載客量其實上看3000萬人次 所以就知道說 其實大家都往那個國外去跑啊 老師現在1800萬多人 那你現在載客量有3000萬人 數字還不太對 他有包含那個轉機的人數 對 所以加起來其實會達到3000萬人左右 那是蠻多的 沒有錯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重點什麼東西您看一下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出國觀光的那麼熱喔 但內部的這個觀光其實表現 就表現不是很強勢喔 你看 交通部的觀光署統計 今年的各連假 國旅訂房率普遍不超過六成 中秋連假只有47.69 是創新第一 國慶假期也只有54.75 我必須講喔 原本這個中秋連假 我有計畫帶女朋友去中南部走一走 但你知道後來是什麼 女朋友們嗎 我沒有女朋友 對 重點就是這個打亂我 就我沒有女朋友啦 但是我相信其他人 怎樣 我也不要交男朋友 我先講 就你的手嗎 就帶著你 問好 你就帶著你的家人們一起出遊就好了嗎 對 你只有 你只有一根手的頭 你不用兩根手 他們都問我幾個人 我說三個啊 三個人 對 我沒有帶 打亂你的 我沒有去中南部 是因為我沒有女朋友 打亂還有一個房價的問題 對 但其他人應該是房價的問題 為什麼 對 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的國旅 到底要花多少錢 你看 這天其實PTT 有討論非常熱烈 就是台灣的住房太貴 眾人心有七七煙 我剛剛要講一個東西 就是現在有一個順口六 原本是這樣講的 有錢的去杜拜 沒錢的去哪裡 去拜拜 對 有錢的去北海道 沒錢的去北海岸 對 但現在顛倒過來 你現在有錢的 才會留在國內 以前是有錢去巴黎 對 沒錢去淡水巴黎 去巴黎 我們去巴黎 對 有錢才去淡水巴黎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現在的國旅 真的非常貴 你看所有人都講說 住宿費太貴 然後 是不是在等這個週末逆轉勝 但是我們剛剛也講了 你看國慶 國慶也沒增加多少 其實也沒有增加多少 一個五成一個六成 合理的 國旅怎麼那麼坑 然後合理的 國旅住宿應該是多少 對對對 我端午節的時候 我去那個馬來西亞 對 然後我記得 反正 反正我那個房間 一天應該不超過一千塊 對 因為大家都住那個五星級 我們自己出去玩 我們不用住 我們住五星級 就三星級 一千多塊 對一千不到 一千不到 是不是你真的太省了 不是他就是可以睡覺 因為你出國玩 你都在外面走來走去 你也不會住在房間裡面 你屬於那種出國玩 會住比較便宜的 我出國玩是一定要住貴的 對啊 我們身價不一樣 你去北海道 我們去北海岸 沒有沒有 我說我啦 因為我覺得要出國是這樣子 不能不要 租是貴的沒錯 那我跟各位講 他剛才講那個 在台灣住很貴對不對 他不是講去馬來西亞嗎 對 我過年的時候我查 我本來要去吉隆坡 因為真的 一天不 大概八千塊可以住到 利斯卡爾頓 利斯卡爾頓你知道嗎 對我知道我知道 那很貴那一碗都兩三萬了 對不對 就到吉隆坡只要八千多 對啊 那我覺得 買個機票就飛過去 你知道嗎 住個五天六天好爽 比斯卡爾頓 光IG打卡都限不死多少 其實台灣有一些飯店 其實都有一些外面的 國外有一些飯店水準也不錯 就是有達到國外飯店水準 大家我要求 比如說大溪威斯丁嘛 對 那其實他有他有最簡單的套房 大概十坪的 我大部分都住差不多快 差不多二十坪的 大概十八坪那個 那等於價格以前大概是八千 然後兩倍就變成 二十坪就變一萬多 現在不是耶 現在是兩萬二兩萬四千 哇 那你一下就給我增加個七八千 今天幹什麼我覺得那沒意義啊 對啊 最後一碗我在我家裡住 我也住得很開心 我覺得當天來回就好啦 我就在訂房的時候 覺得自己臉上誰兩個字啊 盤子 對 盤子來 給他後製盤子 後製個盤子打在臉上 他我老是特別有感覺啦 因為他帶家人 真的很貴啦 對啊 剛聽著的那個 幹什麼的重音 在前面那個字 我就聽得非常有感 什麼幹什麼 幹什麼的重音 在前面那個幹字 就聽得非常有感 我講這次好 然後怎麼樣 心裡面透露出來 你真的覺得非常的幹什麼 非常貴啦 真的非常貴啦 我覺得沒有意思啦 所以國底住宅價格多貴 老師來看一下 做一些統計 老師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當然 對 如果說我們以這個所謂 四口之家來做計算的話 五星級房店一碗的房價 泰國曼谷只要7799 首爾只要10904 台北要12355 然後東京要13646 東京13000啦 對啊 台北1萬 我看漫谷很多五星級的五千多 就有陳寅老師常常去泰國玩啦 對啊 泰國老師這樣 我覺得比台北不公平啦 你要不要台南高雄 因為台南高雄 台南高雄現在1萬塊了啦 對比台北更貴 台北其實算便宜的喔 五星級房店因為工型比較多 對對對 台北還算便宜 對對對 因為台北因為很多人去台北 他不會去台北玩啦 對啊 商務客難不走 台北人也不會住台北啊 台北人也不會去台南 所以台南高雄比台北人多 會住市區住宜蘭 對對對 你講的沒有錯 對 這個之後應該我們要改錯 應該住台北的一些 真的 台北算便宜 我們現在只能住 金華酒店 像宜蘭的精英酒店 對啊 我們現在只能喝日月坦紅茶 沒辦法住日月坦 蛤 你說什麼 我們現在只能喝日月坦紅茶 不能住日月坦 對對對 日月坦也是很誇張 日月坦至少我覺得風景也算漂亮 美女有什麼問題 老師如果聽你這樣子講的話 是不是觀光股 我們要等到兩岸政策開放之後 的確 如果以內需的觀光來講的話 因為你如果陸客沒有來嘛 那相對來講 其實那個市場相對就比較少一點 事實上喔 我應該這樣講 陸客不會來台啊 我看政府不想開放 對就是沒有開放嘛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現在的觀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現在的觀光夜市都沒人 對 那個兩三個禮拜之前 我跟朋友去士林夜市 沒有人沒有 你帶左手右手 你的朋友 就是女性有人 對對對 然後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觀光夜市都沒人 那你走路怎麼牽手 就自己牽自己 這樣自己牽自己啊 走路的時候就這樣 然後 一般的 一般我們自己會去買菜市場那種夜市 反而人是超多的 對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說現在觀光 觀光夜市其實 那個價格真的 你隨便吃個東西都要一百多塊 西門丁啦有一碗啦 這樣子你看盤子 老師你看一下 一萬多塊啦 看這邊啦 對你看 這邊再放大一點 沒辦法放大 沒辦法喔 所以要注意一下 這個國慶日現在兩千多塊 平日有一萬二啦 對 你看一下子差那麼多 差那麼多 都亂喊價啦 一萬一碗一千兩千的住宿 西門丁啦 對大家也知道西門丁 我們上這官網去看他什麼 叫利德莊是 對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房子 這個人家講的喔 說真的其實 房子 看起來蠻好 西門丁在中山 西山堂旁邊 對對 這個要一萬塊 看起來是蠻豪華 這個豪華 這我不住 我跟你講就是以前 立霸百貨整個翻新的 喔就在那邊喔 喔喔喔喔 立霸百貨以前翻新 難怪沒什麼金 孩子我住五星級啊 你住五星級不一樣 這個我不住喔 這你不行對不對 這我沒有辦法 這個休息的話可以 休息可以 休息可以 好好好 錄影累了去休息 是啦 年紀輕的時候比較衝動啦 對 那個感性 錄影中間有時候兩個小時 感性比較多 勝過理性的 理性我現在是理性比較多 這個我不住 不好意思好不好 那到底你要看一下這些旅遊股啦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所以旅遊股 你覺得餐飲跟旅館 有辦法嗎 基本上餐飲還好啦 因為你看王品集團 說真的大家中秋節至少 現在都那個 店裡面烤肉了嘛 就元燒直接烤一烤來 不用洗盤子 對不對 所以相對來講我覺得受到影響 可能比較小啦 但是對於住宿來講 看起來就會 短時間之前可能稍微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說真的如果你現在住房率只有五成 對不對 你每天空那麼多房間 你還是要同樣的人事開銷啊 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像雲品 他其實八月 原本大家都說 他台北改裝 然後日月潭改裝 八月份應該那個住房率會起來 但你營收沒有看到起來啊 對啊 雲品的價格也很貴啊 日月潭那個房間每個都說很小 好多人好多人去住過都跟我講說房間太小了 沒有錯 CP值不高 好不好 這樣我沒有辦法 這個好多人跟我抱怨 這說實在話啦 對啊 景不錯 可是他不是每個景都很漂亮 應該要看房間吧 對啊看房間 那你看一碗一碗多塊還要看房間 你應該至少 我跟你講 像你就譬如說 三面採光 日月潭那個什麼 韓碧樓 你一個沒房間其實景不會差太多 就是樓層樓高樓低而已 我覺得至少看得舒服 長龍航華航沒看到 以前 其實韓碧樓現在很滿耶 我已經問過耶 你知道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韓碧樓這個至少坪數二三十坪啊 住起來舒服 然後至少住起來舒服 那就是全面 就是整個一大面就是看到那邊 那比較起來那兩萬多塊至少覺得漂亮啊 對啊應該這樣講 又便宜啊 現在就是金字塔頂端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中間就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你這些人沒有到頂級的服務 你要頂級價格我覺得不行 所以我們快速看一下 這旅遊股你覺得怎麼樣 你說牛股 旅遊社股 當然必須講就是說 因為他們是出國 其實本理論上應該受惠 但是因為這一波大家都跑去日本 都自由行啊 他們沒有透過旅行社 大家自選去日本 就是自由行 自由行沒賺到 日幣太香了嘛 0.22 然後你看之前那個中國也是一樣啊 他講說 啊那個他們排放費水 我們不要去 不要去日本 結果一開那個十一長假 去最最多哪裡 就是日本啊 就是日本啊 對啊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應該多多超好跟自由行的人數 比較多的關係 因為現在以前自由行很麻煩 現在自由行成本很簡單啊 對 因為你像去日本的對 你不知道 投票也是小功能 你可以去那種即時 Google可以即時翻譯 你拍個照 譬如說洋芋片 你拍個照他就告訴你 用手機 我在馬來西亞都用那個直接翻譯 看那個面裡面 是什麼東西啊 Google搜尋裡面有個圖片的 你按搜 然後就可以圖片搜尋 這個手機看到你買什麼東西 啊這不行 你才可以用翻譯嘛 沒錯 所以這個自由行就ok了 對 不過熊市來講應該是還好啦 雖然說旺季不旺 但是股價因為 畢竟你先跌一段 最近投信有一點 在低檔去回補持股的那個動作 所以是有機會 還是不錯 雖然旅遊玩季沒有整個 沒有整個受惠 可是至少還不錯 你叫慘的是老師 那這個 你一塊拿股票老師 你一塊拿股票老師 如果我們看雲品 雲品的部分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股價其實都還在 還能碰嗎 一路破底啊 我是覺得 因為現在其實量其實也不大 這代表說市場資金沒有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其實對於 這種所謂飯店個股 可以先觀望 不要急著去搶 先觀望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哇 講到這個觀光這個住宿 真的其實大家 特別有感覺 我記得我住了一兩次以後 我發現 住家裡還不錯 還是住家裡好 住家裡不錯 全民瘋出國國內觀光 真的太貴了 所以我們今天最好的題材 我們都掌握住 是的 如果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二週晚間8點3千 135解盤影片 244教學影片 244教學影片 最好人之口 謝光琳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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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開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玉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回家 二月一周 創大股 想先到 開始想打 啊 啊 啊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也會好 啊 啊 啊 我現在說我好害羞 喔 啊 啊 啊 這沒錯吧 右邊的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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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一點嗎 不錯 我來過了 我來過了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要打動 我來的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瘋狂股市福利社 蘋狂股市福利社 蘋狂股市福利社 開車 零股市 進